《汇年时间,人生》,Lavi 他的创作者是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 1901到1904年是毕加索创作的蓝色时期 他受到朋友自杀的影响 跟着陷入了长期的悲伤情绪 画作的色调也以蓝和蓝绿为主 极少使用温暖的颜色 表达出忧郁的情绪 应该说这个时候的毕加索 已经完全离开了给他艺术启蒙的父亲的影响 正处在寻找自己艺术道路的过程之中 这个作品创作于1903年属于他《蓝色时期》的代表作 目前收藏在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 《蓝色时期》是日后呼风唤雨的艺术大师毕加索 所必须经历的一段青涩而压抑的日子 下一集我们去欣赏一个赵无极先生的作品 《回宁时间》 法国巴黎 中文字幕 法转者 四伯爷 写真 下午 几百分不得脑 写真 确论